Welcome 由這一刻直到下午兩點 一起和她融入在音樂當中 Merry 盧玉鳳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樂站 知道很快就在八月份 許廷鏗就會來到加拿大 有兩場表演 都是跟我們Sunshine Nation的歌唱比賽 很有關係 首先有溫哥華 亦有多倫多 我知道這兩個地方 其實Alfred 都很熟悉 但有多熟悉 或者有多喜歡 當然要先跟她聊聊天 Hello 許廷鏗 你好 Hello Hello Mary 你好 很久沒見了 是 很久沒見了 我想說一下有十年以上 應該 說到我們很老條 那又不關事 可以很年輕開始 很早入行 我們就適於微時 絕對是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 你再次來加拿大這裏做演出 我們在Vancouver這一邊 就更加開心 因為知道你很喜歡溫哥華 其實兩個地方 給你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其實兩個地方都有一些情結 因為都有一些朋友在那些地方 尤其是Vancouver 其實近年有一個很好的戰友 就過了去的 就是去了讀廚藝 但他本身其實是幫我拍MV的一個 攝影師來的 是 那他現在就是身處在溫哥華 那接下來其實我過來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和他見一下面 嘗一下他煮的食物 因為讀Culinary 就一定是廚藝應該大進升的了 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朋友都會 就是 坦白說可能會離開了香港 會去了不同的發展的空間 去尋找這些空間 那有些可能是為生活 有些可能為家 有些可能為自己善業 或是為夢想 那我覺得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都好 其實當中都令到我 譬如對溫哥華 或者對多倫多 甚至是Kalgary 都會有不同的 一些attachment出現了 好像由香港這邊 連了一條線過去 連了一條線過去 那我這些連系我覺得是 令到我會 就是想快些去過來這邊 除了飲飲食吃吃之外 其實最想見一下當時的朋友 或者Kalami 真的那麼久沒見 希望到時可以 可以接觸一下 是 大家可以更新近況 其實兩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 兩個地方都有 好像你這樣說 有不同的attachment 當然都有不同的美食 那你剛才說的那位 讀這個煮食材料 是Dennis 是嗎 是Dennis 是 那他會不會 都可以分享 即是跟你分享一下 一些不同的煮食 還是他自己有一些 餐廳 或者是這一類的打算呢 其實我們這次打算去野催 即是我們這次都有一些 因為我本身 其實我第一次人生的camping 都有他的 involvement 即是他都一起 所以對於camping這件事 其實我就經常都很掛著 在香港和他周圍去找不同的地方camping 因為COVID的時候 我們真的大家都想找多些空間 那變了這次都希望可以和他周圍去一下 因為都知道加拿大 其實除了城市之外 outskirts的地方 其實都有很多很漂亮的風景 那近年又多了拍照 就希望都可以 就是邊喝邊吃邊拍 就一直聊天 所以我這次都帶了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廚藝心得 過去加拿大的 因為近陣子都有研究去煮一款pasta 其實很簡單 就是很基本的 一個意大利才是 這個olio真是一個酸油意粉 但是有一個升級的版本 都希望可以反過來煮一下給Dennis 都好 但是如果要去一些野外的地方 或者去camping 你會不會需要帶一些器材過來 還是他會幫你安排呢 他幫你安排就行了 不過我會帶一些 那些比較作壯的漂亮的椅子 主要是拍照打開 這個都覺得很重要 現在 但是說到吃東西 我知道Alfred你都很喜歡吃東西 也有一個頻道 在網上有一個頻道 去分享一些不同的食物 很餓的那種的感覺 很渴望吃東西的那種感覺 其實那麽多種拳鮮 那麽多種美食 那麽多種不同的菜式 你最喜歡吃什麽的呢 我其實什麽都喜歡吃的 我特別喜歡 我想近年其實對於西餐的研究 是多了些的 即是會直接研究 人家怎麽煮 即一些烹飪 甚至我要煮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會嘗試去找多些不同 譬如YouTube的一些烹飪影片 來去學習究竟可以 怎麽樣去 即叫做集國家之大成 令到這個Version更加好 那麽其實我剛剛才在歐洲回來 那麽當然了 都有去試 譬如英國的一些菜式 那麽但是最remarkable的 竟然都是一間 其實有serve一些手工pasta的一間 正式來説是一間 意大利 slash英式的一間餐廳 那麽在Shordage那邊 即是在倫敦東邊少少 那麽而 那麽那個餐廳 令我印象深刻到 是我在這個旅程完成之前 我要再去多一次 是這麽好吃的 是純粹是野食好吃 還是那間餐廳本身的地方的裝修都很特別呢 其實除了野食好吃之後 我想它是一個vibe 即是它是一個很casual 還有它那些staff非常attentive 即是它也都 不介意我講多些 就是它譬如一個 一天其實只有四款pasta 就是它那天手做了哪幾款呢 就是只有那幾款 它的菜式很簡單很簡潔 但是那個staff很清楚 譬如為什麽用這個意粉 要配合這個醬汁 它的掛汁度 或者它吃下去那個al dente的口感 這些全部它都很認識 即是如果你說是問廚師的話 我覺得知道這些東西就很合理 但是我覺得這間成功的餐廳 是它連樓面 連reception 連它的waiter 都是去到一個這麽專業的程度 是令到我對這間餐廳 特別印象深刻的地方 嗯 是的 而我其實真正想回去當一次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很想拍下它 就是for hungry 廚房 就希望可以介紹給不同地方的朋友 都可以認識一下我 蓋了一個印仔 覺得認可的餐廳 嗯 但是我看你的hungry 廚房 即是在網上的一個頻道 有一些你喜歡介紹的餐廳 我又記得你有說過一間很不願意介紹 因為可能不太想那麽多人去知道 哈哈哈哈 和你爭位爭吃的地方 是 好啦 其實吃就很多人都喜歡的 最初呢 為什麽會有這個想法 想開一個有關於飲食的頻道呢 因為真的喜歡吃 還有因為其實我在朋友的圈中 就是認識我的朋友 我經常都說一句話的 就是如果要計能力值的話 其實我吃東西的厲害 應該好過唱歌一點點的 哈哈哈哈 就是很自誇 但是其實我經常都會找到一些 可能別人覺得 怎麽麽奇怪 你會這樣吃的combination呢 但是我又叫你真的試一下 你真的試一下會不同的 就是會聽起來很奇怪 但是是值得一試的 近來有一個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我都未試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合適的 就是很多人吃西瓜 尤其是我們現在香港的夏天 就是特別熱 那吃西瓜的時候很多人都 叫做什麽 加橫梅粉也好 加鹽也好 就是能夠增加甜味 但是聽聞呢 原來加檸檬汁 又是另外一個體驗來的 摺檸檬汁在西瓜上面去吃 那大家如果想消暑的話 我又可以在家裡試一下這些 我所謂 weird food combination 但是我就很喜歡去試一下這些不同的東西 那就變成你試多些 你的味蕾有多些的覺悟的話 其實對於你去一間餐廳 去瞭解多些食物的話 其實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變成了 野食是一個 令你覺得放鬆和有趣的一件事 嗯 都是的 那你剛才說 有很多自己的飲食上的心得 或者你這樣說一些 weird combination 就是有別於我們傳統理解 或者傳統吃開的一些方式 那其實有沒有想過 譬如說都出一些 又不可以叫做code book 但是出一些書籍去分享一下 你這些特別的心得 其實我會做一些期間限定的pop up的 譬如我會和一些我相熟的餐廳 就可能我會給他們一個recipe 那他們如果有一些occasion 譬如跟我有關的 譬如我之前開演唱會 開了個試集的 我就把我其中一個煮滷肉飯的recipe 就提供了其中一個store 那都好像挺好賣的 到最後他都賣光所有滷肉 所以我相信應該有一點點品質保證的 但是就是 如果要我親手下廚的話 看看過來加拿大有沒有機會 可能會多一點點 對 我想如果你說下廚的話 很多人都會上來吃 還有我接下來開演唱會的時候 就在隔壁按照做的東西 剛剛唱完就能吃 對 我們可不可以加一個這樣的環節 譬如說你除了唱歌 我們當然會有一些位置是訪談的 那一邊訪談的時候 就一邊煮 沒有啦 那些小小的應該都可以 對 不過雖然吃當然是開心 但可能很多的歌迷都會擔心 你最近是不是說 有些脂肪肝的問題出現了 對 因為其實我怎麼說呢 其實我自己都預視的 因為都知道自己日子有功 吃東西都不吃 但我覺得 首先大家不用太擔心 這是一個管理的範圍裡面 但如果 在這些報道來說 如果可以提升到大家對這件事的 認識 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覺得是反而 因為我們都市人 即是食無定時 其實夠睡 也都是會 contribute to 這些 所謂身體的一些 叫做Signals 即是我覺得 就算我自己做醫生都好 有些部分我會比較聰明 有些部分我都要學習 其中飲食就是 可以怎樣去選擇得聰明 選擇得聰明 不是 即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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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即是即是那邊 都不是說 你什麼都要介 什麼都不吃 反而是怎樣去均衡 令到你的健康是manageable 之餘 也是sustainable 即是我們大家都會有試過的 覺得自己很肥 或者有個target 或者有個wedding 要去 就突然間去嘗試去減很多 但其實那個對身體來說 都不是一個健康 還有最慘的是 你完了那個目標之後 就很容易反彈 是 那究竟這樣可以變成 是一個你的 認識自己身體的過程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也都 即大家都知道了 即膽固上這件事 很多次都是遺傳性的部分 比較多些 但是 我相信你了解了自己身體 認識了自己身體之後 就找到一個方法去面對 我覺得好過 去深深麻麻 然後就不讓人知道 或者要特意去做靈的數字 我覺得這樣很無意思 其實 沒錯 去好好地去給大家認知 去認識 其實我自己除了飲食上面 有多一些控制 少一些澱粉質之外 其實近來都 找到一個自己挺喜歡的 可能有留意了 IG stories 的朋友會看到 但是打一羽毛球 嗯 近來都打得很默 而且 以下隻手臂 其實都在飛 因為除了拿著電話之外 其實昨天就 打了兩個小時 所以呢 都 我覺得出到新行 令到自己感覺 舒服一點之餘 其實最重要 要找一個自己享受的 運動 兩邊 除了飲食之外 就加上適量的運動 其實就 希望可以盡快 可以有一個英俊的數字 去公佈給大家 而是真實確切的 而不是去做一些數字給大家 是 沒錯 身體健康是很重要 還有 好像剛才Alfred這樣說 希望可以提升大家 對於某一種病症 或者身體某一個特徵的一些注意力 從而關心自己多些 我覺得都是很重要 是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還有最重要 對自己身體好些 對自己的人生都要負責 是 對的 但是你現在又多了打球 都會繼續吃東西 煮東西 或者留言這方面的東西 工作也是 現在還有沒有翻牙醫診所的 其實 有 還有的 都滿了 沒有辦法 因為其實我也任性的 就是自己去了一個歐遊 當然有工作的部分 也有拍一些Hungry廚房的 但是同一時間 都放心有拍MV的 有拍一些分別音樂的部分 因為自己其實今年的音樂project 都探心就是想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一些探索 還有去探索當地的香港人 所以就變了其實我今年希望 接下來來到加拿大溫哥華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些音樂的部分去拍攝 在這個拍攝進行的期間 自己都有一些 小小的想法 是希望可以聯合到 或者這首歌出街 這些歌出街的時候 是可以有一些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的香港人去聽的時候 會找回一些attachments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寶貴的 那我不希望 大家去找了新的居所 或者定居的地方之後 但是有一些core value 這個是我自己在這首席上 所以就 因為貪心的原因 就變了很多不同的部分的堅固 但是就 希望自己都可以調整到那個休息 因為 剛剛去完這些trips 其實那個身體的那個 去那個switching 都真的坦白說沒有以前那麼好的 所以以前就覺得我一回來可能 立即開工 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 其實我一回來之後 就要應付阿波診度的工作 那我都不想說 去一個特別精神的狀態去處理 就是 不是說怕有什麼意外 純粹是我自己的狀態 都想保持是比較 就是見人的時候 就比較 精靈健康 或者令到病 都有信心 不知道 所以 接下來其實就 去加拿大之前 都有一些預約 就要去 去追蹤 那不是一些很濃烈的事情 但我覺得一定 確認一下 一下 也是 都是醫患去互信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醫生和患者互信的一個關係 是 是 沒錯 那你剛才說說 去歐洲有做一些音樂上面的事情 或者做一些Hungry廚房的事情 來到加拿大這裡 你說都會的 那大約 會是 那個想法 會是怎樣 在那裏拍MV 還是會在那裏拍一些美食 還是怎樣 應該都會有一些 類似音樂影片的部分 但是是不是 就是純粹很懷疑的一個影片 應該不是 我會以一個 少許Documentary式的形式去記錄 在不同地方的Happening 或者 沒有 我不想計劃得太實 就是可能反而來到的時候 突然間 可能發現這個地方 就對了 那就叫做 操故業 開機 開機 就是我想說這件事 是 實放得來 也不是叫Athog的 但是想捉住當刻的一些時刻 去記錄 所以其實今年我去了很多旅行的 去了 哥布塔根 去了 Liverpool 去了 英國 倫敦 接著去巴黎 接著之後 就去了一轉日本 未來就加拿大 加拿大之後好像還有一個旅行 所以就變了 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去 變成了這隻碟的一個遺跡 去聯合了不同的作品 好像沒有什麼人試過這樣做 但我就希望可以這樣去把我們的一些聯繫 其實挺好的 因為其實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 例如香港人 或者講廣東話的朋友 甚至聽Alfred 歌曲的朋友 我想可以透過一個簡單的項目 或者音樂 就可以把大家連在一起 這個想法很好 我覺得 謝謝你 好 這首叫做聆聽世界者分钟 那個詞是你填的 製作的班底 或者合作的音樂夥伴 是哪些朋友呢 其實作福的都是我老朋友 林峰 可能大家現在都會認識他多一點 都開始有幫很多 比如MIRROR的朋友寫歌 是 而其實 編曲和監製 都是我的 在紅款的時候的 很自由 分別有Nick Wong 就是幫我彈琴 這次又製作了一些 編曲的編曲 一些編曲的編曲 而還有Randy Randy Child 就是這首歌的監製 而我覺得他監製得很好 監製得很好 就是對於 可能我的focal的認識 或者對於我自己本身的慣性 他已經很習慣 在我們的慣性當中 尋求一些新的特殊 但同一時間 大家一聽 又會覺得 這首歌很許適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作品的完成度 我是十分滿意的 但是 就須時代一點 就是一路抽筆 其實這首歌 大大華華都抽筆了兩年 因為之前是一個 我的concert 在2022年的時候 其實唱過一次 但是呢 就去到2024年才推出 所以這一個 是一個 挺大的 一個抽筆功夫 是 但是最重要是 等到這個 成果出來 大家都會喜歡 是吧 是 是 我這個 在英國 在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拍了一個 documentary 式的music video 到時大家留意我的 online channel 好啊 一於這樣說 但是呢 其實近年呢 我看到Alfred的那些歌曲 無論是一些音樂製作班底 或者是一齊 可能你和其他歌手 或者不同的音樂單位 都會有一些 crossover 那這個是你自己 一路以來都想做的事 還是自己開了公司之後 想有一個不同的許廷鏗呢 我想我想和我的明白過的人 去同屠同級 或者是會聯想到的 大家是一樣的 頻率的朋友仔 去有一些這樣的連結 所以我現在找的班底 其實都是一些很信任 或者合作了一段時間 大家已經有一個基本的認知 對大家的聖誕 一些班底 當然新的朋友我都不斷地有嘗試 但是除了說在網上 就是除了說去找一些比較熟悉的班底 更加有趣的是我會去嘗試 在網上可能有一些叫做 他們叫做自家的音樂人 可能NBC的 未入行的一些 singlesong writers 甚至composers 其實我是有收他們的Demo 那希望可以找到多一些的零感 我自己都是在他們身上學習的 就是 那些人經常覺得 為什麼你給那麼多新人 我不是的 我在他們身上學習 我自己都希望可以得到多一些 inspiration 因為 我有我的關心 都有我自己的一些音樂的taste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要拉闊一點 我必須要向 所謂新一代的人去學習 去嘗試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他們現在的tinking process 因為跟我的年代真的不同 就是 連一部電腦 你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你所有整個album的 的constitution 全部都是用電腦去砌出來 這個真的不是我的年代做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的採用又可以令到他們 其實會得到多些input 知道 我原來這個是一個所謂的standard 是去到這裏的 做到這個 就是我們去 我們不是在家裏錄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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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在studio 好好地去準備很乾的狀態 去進行一個 真是我們叫recording artist 做的一個recording 可能在他們的世界 其實我反而回頭是新鮮 或者會覺得 原來這樣是一個學生的standard 希望可以做到一些刺激 或者是給到一些inspiration 對方 還有我想 除了可以擴闊那個音樂的 種類性之外 其實可能真的有很多朋友 他們是很想有一些不同的平台 給他們發表一些歌 又或者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音樂喜好和風格 對 假設如果譬如在加拿大這裡 或者現在在收聽訪問的朋友 他們會說 我有寫歌的 我也想交一些歌 交一些demo給Alfred 那應該怎樣做呢 很簡單的 就是IGDM我都可以 在Instagram 我都 自問都看得挺足的 應該都 如果有什麼脫漏 再多幾次就可以了 好 大家聽到了 希望你會收到更多一些新的作品 但是剛才你說 有這一首是新歌 但是上一首多多指教 其實很多朋友都很喜歡 還有那個風格 又跟許廷鏗 一直給大家的印象有些不同 那你自己當日怎樣決定 會選擇這個編曲 或者這個音樂的種類 其實都有一點點靈魂 都是去旅行的時候 我就自己在想 我們現在作為都市人 我們那個電話做到很多事情 除了我們以前可能在旅行 坐巴士 坐地鐵的時候 會聽歌 因為那個電話 其實不是會做到很多功能 但是現在究竟 都市人怎樣聽歌 或者其實音樂 在他們的生活 生命裡面佔了幾多% 我自己都真的會這樣想 因為我自己坦白說 我自己聽歌都被以前笑了 我以前都會有很多playlist 我自己慢慢去扶椅 慢慢去逐個file name 自己改好它 讓它排得很漂亮 在我的MP3那裏 列出來就很精緻 但是現在你在串流期間 其實根本人家已經做了這些file name 的東西給你了 你其實很簡單 按一顆鍵 就可以聽到你任何地方出的歌曲 但是也同一時間 其實那個attachment小了 就是那個歌 不是你自己去這樣發掘 不是自己去用心去存起它的時候 你會覺得 其實它如果有一天 見到這首歌 或者原來突然 譬如說 那個記憶爆了 突然有一首歌 見到你 是不是會找回 你和這首歌中間的列體呢 那就令到我想 不如我做一首歌 是我自己 譬如 最簡單 現在我開車的時候 會去聽歌 那這個時間 我會想聽些什麼歌呢 那我就在這個日本旅行的時候 我自家有的時候 原來我開車 真的會想一些 有一些tempo 比較upbeat的歌曲 等等 而這首歌本身 那個英文名就是 Yoroshiku 就是多多指教 那我就覺得 那不如做一首日本vibe的歌曲 然後我收了 都是吳林峰 還有 其實不止是他的 是有很多馬來西亞的編輯 他們在那個編輯 一起寫了這首歌 然後我其實在他們寫完 那個編輯都還沒完 第二天我就要了這首歌 因為我很喜歡 然後 之後就找了陳榮謙電池 然後就去找The Hurts 來幫我做編曲和監製的工作 我覺得這首歌 其實在我的編輯來說 都算是挺特別的服裝 但我是非常期待 如果譬如來到 Sunside Nation 可以去唱 Live的歌曲 就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 有一種Groove 有一種可以傳送 是揮動螢光棒的那個狀態 是 這個好啊 我們都期待 因為這首歌 Live的感覺 應該會很不同 是 沒錯 還有你剛剛提到The Hurts 我也想多問一點點 就是有關於 你是不是有一個Live的MV 就是在電車廠那裡 和Hertz一起的 那個拍攝是怎樣的 我覺得很有趣的 那個地方 很瘋狂的 那個拍攝 香港電車廠 其實歷史很悠久 很多年 百多年 因為去屈地街 是嗎 沒錯 從來都是這裡的 但是 他們都沒試過進來這樣的拍攝 他們都說 你們真的要在電車廠裡面 因為都幾迫的 還有 因為他們都真的要可能 收了工 之後才可以 給到的地方 你們開始設置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是這裡 然後我拍了給The Hurts 看你們 可不可以在這裡 玩一個Live的Hertz 他們當然就說 很棒 好感覺 因為後面 直接有架 正在組裝的電車 現在將會走出街的電車 在後面做背景 他們覺得很有型 但是他們就 下方太輕輕了 因為答應了之後 就發現 原來那個電車廠 是沒有冷氣的 也那個人 是碰巧 香港很焗 因為正在準備打風 我們那時候拍攝的當晚 其實突然間 本身又很熱 突然間就下起大雨 然後就變得 嘩 其實我自己那天之後 拍攝完之後 我都病了一場 因為天氣的轉變太嚴重 但是 我覺得那個Live recording 幸好挺得住 其實去到後段 都開始聽到聲音 有些變了 有些少少 沙沙的 但是 在其中一副 就得到一個 我都挺滿意的 其中一個Version 那就變了 對 接下來 希望再 我可以有多些 Live version 給大家聽聽 其實我們 去錄這個Live 後面有一隊 很強大的音樂團隊 去幫我們去控制著 連我們那個電車廠 所有叮叮聲 我們都要Mute 我們都要Make sure 我們接下來 這五分鐘 是不會有叮叮聲的 我們才開始 去進行Live recording 所以 每一個畫面都得來不易 還有我們全部 因為一副過 所以 過一副就是過一副的 希望可以 得到一個Live version 給大家享受 因為我自己看的時候 我就很享受 而且覺得很有趣 我相信 比如說 有些朋友 只是聽過這首歌 沒看過的MV 或者Live的MV 不妨上網搜尋來看 真的挺有趣的 我覺得 好了 先說到Sunshine Nation 因為這次在八月 你就會來到加拿大這裡 分別在Vancouver 和Toronto都會有演出 參與我們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 我們已經有一些 入圍的朋友 又進行一些不同的訓練 但你會不會 都有一些不同的提示 或者一些心得 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呢 譬如無論是唱歌 或者在舞台上面的表現 我想我這次來的時間短些 就未必做到 《全民造星》那種導師 如果做到就好了 有一點點點的 我覺得 選歌其實很重要 選歌不是說 你要選得難度高 就等於我那個 分數 覺得你的分數會高些 其實是 要拿一個很好的平衡 就好像我們去玩跳水 你的難度越高 但你的出錯的機會又越多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去到現在都很著重的 就是你在台上的穩定性 那穩定性是怎樣得來的呢 其實就是你要 遇上了 你自己在台上的 表現 就算做得最好都好 都可能是你合的八成而已 聽起來好像很正確 但這個是一個 都幾實在的一個定律來的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期待 到時如果加上 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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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那當然是最好 但是 如果我們遇上了那件事 可能是會有一些 所謂的落差的時候 但是我們在這個範圍裡面 嘗試做到最好 其實是一個更加 實現的一個想法 那也都不要給自己大壓力 到就是掉了一顆音 然後之後就很好 就是樣子出賣了自己 就是會很緊張 覺得自己那顆音唱得不夠好 move on to the next 下一段唱好它 我覺得這個是你自己在台上 怎樣調整心態 太過關鍵的那個部分 因為我以前玩唱歌比賽的時候 都是經驗所談 都真的有試過一些比賽 知道自己一開始的表現都沒有太好 但是你知道怎樣調整呢 就是那個觀點 就是令到你可以成為一個 專業的表演者 甚至一個可以介入舞台的一個朋友 只是一個純粹用來參賽 來試的一個參賽者的光 有很大的分別 沒錯 所以對於不同的參賽者的朋友來講 有充足的準備很重要 而且準備不只是台上的表現 或者唱的技巧 可能其實是很多方面 你會不會覺得 譬如說有些朋友唱慢歌 就這樣站著唱是好 或者唱快歌一定要有舞步是好 有沒有特別的偏向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意義 因為等於我們在一個藝術館 有些部分可能喜歡看雕塑 有些部分可能喜歡看畫 其實全部都是不同的藝術形式 亦都不需要用 你不能用一個繪圖來 和一個印象去做比較 因為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 而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是 你為什麼要選擇那種藝術形式 你為什麼要選擇我在那個位置 做一個雕塑出來 因為你在那個舞台 你是一個藝術 你是一個創作者 你就創作了你自己的一個表現 你創作了你自己的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 一個時間去給我們去觀賞的時候 想清楚為什麼我要去表演這首歌 是 如果我明明是其實我跳舞是沒有信心的 但你就因為 因為現在跳舞組合很熱 你就想跳唱 那不是你應該要做的事 變了就是在那些時刻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剛剛認識你 或者剛剛聽你 五分鐘表演的一個新朋友 其實我們可能最簡單解釋到的就是 你在這件事你是不是很容易 你是不是做了一件你舒服 你自在 還有你有信心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也是環構著 剛才說選歌的那個部分 所以選歌選得對 其實是半功陪 亦都是走適合了 令到你會輕鬆一些 還有會令到你的表演可以自在一些的部分 是 還有整體一個表演 其實由選歌到在台上唱 到你的肢體語言 其實都是一句包裝來的 即是一件事來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到時做得好些 那個表演可以完美些 我們就期待你8月很快就來到Vancouver 和Toronto跟我們表演好嗎 好嗎 好啊好啊 好啊 好啊 到時看看去吃些甚麼 好 一起吃吧 好啊 多謝Alfred 許廷鏗 謝謝 拜拜